這個獨立火警偵測器以電池運作 可以在火警發生初期發出警暴 及早通知住客逃生 在外國也有一些研究指出 假如家居是安裝了獨立火警偵測器 火警引致死亡的風險 可以降低55% 為了鼓勵市民自行在家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 消防署早前提出修訂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 業主和住戶無需委辨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安裝和保養獨立火警偵測器 亦都無需遵從每年由註冊承辦商 檢查火警偵測器的要求 新規定9月1日生效 其實一個獨立火警偵測器確實很有效 可以減少火警導致的損失 現在這些火警偵測器的安裝保養相當方便簡單 而且在家居防火方面的效用亦日見重要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今次法例的修訂 是一個擦場鬆綁的措施 我們鼓勵市民大眾 可以為他們的樓宇、處所 特別是一些住宅的處所 安裝一個獨立火警偵測器 這樣就可以做到偵測火警 盡早逃生這個目的 西蘭中bellijo 權講座 開催中 雖然不僭中 sens 上傳